主裁判石针路出现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2赛季中国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场联赛第一轮的一场较量 由深圳队对上成都中城 这是金敏友 球队的新源 好球 这个过人 再过来 到了进去圈圆圆 传中球 机会投球 菲律贝 再来看一下 左侧的传中 投球的宫门顶偏了 这场比赛 彩票员的尺度比较宽松啊 左侧 还有机会 伯和涛传中 变成了吊门 打在横梁上 这是刚刚 这个 金敏友 在狐领区拿球给到边上 好球 有机会 再给左侧 漂亮 伯和涛 左脚的传中 打到后脸 我们像张璐好像是用指甲摸了一下皮球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啊 边后卫跟出来了 边后卫跟出来了 然后这个中场呢 收的也不及时 被这个胡和涛抓的一个机会传到后脸 右脚开起来 前点 菲律贝且围 胡顶这 甘瑞把球踢出来 江志鹏再往左侧转 好球 戴伟俊 技术真棒 面对两个人 戴伟俊晃动 再传中 前点有机会 1-0 阿信姆鹏 阿信姆鹏进球了 但是助理裁判举其示意越位 这个球戴伟俊传的真贼 阿信姆鹏跑得也妙 在前点一个垫射把球打进 但是越位在先 再来看一下 这个定针不好找啊 哎呦 这个球不好说呀 从这个定针来看的话 好像甘瑞的脚啊 甘瑞脚有可能是在拖在最后的 看甘瑞这个脚 刚开始真落 进球有效 进球有效 这样的话在上场比赛 28分钟 阿信姆鹏接到 戴伟俊的助攻 在前点扫射得分 深圳队领先了成都中城 与此同时呢 武汉长江也进球了 1-0领先的上海海港 这个球呢 经历了长达三分钟的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 最终判定是没有越位 阿信姆鹏没有越位 深圳队由阿信姆鹏 打进了他们今年的 第一个中超进球 现在比赛 里面有的左脚开起来 中路 投球点下来 还有机会零攻的射门 安泽鹏面对两个方式队员 江泽鹏直接传终 往后点送 有机会 门降 这个球吹了黄瑞峰的进攻犯规 张颜被打了一下头 确实是张颜先用拳头 击到了球 然后黄瑞峰呢 撞到了张颜的身体上 而且是黄瑞峰的这个 泪跳鼓 可能撞到了张颜的 太阳穴附近 抢下来戴伟俊 面对两个人 戴伟俊再扣 脚下非常好 阿信姆鹏 外围架炮 有机会打远射 这部球来自队长 李源一的射门 李源一这场比赛 尝试两次外围远撤了 都偏得比较离谱 好急 但是只要打连赛 他的想法 就是有争惯的想法 当然比赛要一场一场踢 第一场球呢 先看这球 阿信姆鹏有机会 阿信姆鹏踏到进去里边 半单刀 左脚射门 2比0 2比0 阿信姆鹏眉开二度 下场比赛59分钟 长途中成 后场又犯错了 阿信姆鹏拿球 长驱直入 杀到进去里边 左脚打反向得分 借外球扔出来 这个球 李建斌在判断上 出现了失误 这是一个借外球的反弹 借外球的反弹 李建斌判断点失误了 阿信姆鹏 高速推进 然后用身体 扛住李建斌 他往左侧带球 打这个门匠的 反向 拿到定位球的机会 扛克雷斯看起来 前点头球后蹭 漂亮 又砸在立柱上 今天这场比赛 已经顶了两个横梁了 还有机会 右脚再射 被扑出来 还有 再扫门前 跟进 扛一下再打 张璐把球没收 这个球是前点的攻门 砸在了球门横梁上 下来之后呢 还有儿子行攻的机会 没把握住 再来看 这个球是26号的中后卫 刘涛 一个甩头后蹭 球砸在横梁上 弹出来 阿布图海维提德射门 然后 被金民友拿到扫门前 伦布洛自己带球 再c 这边有个单刀球的机会 看看这一次 打门 张璐做出精彩扑救 确实是阅位比较明显 刚才吹罚阅位的是 第一助力裁判西飞 带伦俊 漂亮 带伦俊 大势级的传球 阿信鲍到了进去边缘 面对两个人 被铲倒了 这次李延门的铲球 三分野认为没问题 并没有判发点球 再转 失误了 再推过来 没有阅位 杜岳正 第一次出球 传 漂亮 阿信鲍停 扣 左脚 这个球杜岳正 给的非常舒服 阿信鲍的处理球 可能由于体能下降 也没处理好 龙龙 找角度 分左侧 金明友 左脚直接打门了 裁判员是判点球了吗 好像是给了点球 深圳队员这边 有点不太高兴 主打扮神怒 在最后时刻 判给了成功中生 一个点球 看看什么情况 停球这一下质量很高 然后射门之后 在完成射门之后 防尔队员还扑了出去 现在张璐已经报到球 现在应该是判的球门球 金明友很明显 他这个特点呢 是需要一个 在前边能做支点的中锋 去和他多打配合的 但是很显然 这方面菲利佩 今天并没有做好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深圳队是在赛季的首场比赛里边 2比0 2比0靠着阿信普鹏的两个进球 上下半场各一球 击败了升班马 成都荣城 赢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 我还没过 那比赛 不是